歡迎光臨水夢會的代表 我們今天下午非常榮幸地邀請到 劉國松老師 皮道健教授和馬維中博士 這邊很多來賓可能已經都認識這三位老師 所以不想我多介紹了 那我現在簡單地介紹一下今天下午 做談會的內容 皮道健教授和馬維中博士會先分別做一個二十分鐘左右的演講 然後劉老師會加入同一個討論 最後我們會給大家有提問的時間 大家可以提出問題 請教這三位老師 謝謝 各位 下午好 感謝香苗水夢會的邀請 讓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和各位交流 我二十多年對劉國松先生的關注 也可以說是研究吧 我知道這一次的水夢一國 有一個展覽 展覽的主題叫做 向劉國松先生致敬 那麼我今天的演講就是要講我們為什麼要向劉國松先生致敬 我先把我演講的題目給大家解釋一下 做個解題 劉國松的水墨實驗 於二十世紀現代水墨性話語方式的創造 那麼我們談劉國松先生 談劉國松的水墨藝術 為什麼要說到話語方式 我想用話語這個詞 就是源於我個人的藝術觀 因為我認為無往今來的藝術作品 都是一種表達 它表達藝術家的情感 表達藝術家的生活理想和審美理想 表達藝術家的精神追求 也就是藝術家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正是因為藝術家的這樣一種表達 以及這種表達所使用的語言 語言方式 讓我們感到魅力無窮 所以我談劉國松不是從審美的角度 是從劉國松的藝術表達的角度 我們來談劉國松先生的藝術 大家要知道 我們中國的水墨化藝術 有著遠遠留長的歷史 如果從這個東進顧海資算起 有一千多年 我們甚至還可以把它追溯得更早 就是在戰國時期的湖南長沙 馬王堆 都出現過一幅兩幅國畫 就是用水墨化的 那麼我多次說過 中國的水墨化藝術 是我們這個民族 奉獻給世界藝術之靈的 一個絕妙的藝術品種 今天呢我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我不可能展開講 中國的水墨化藝術 它究竟絕妙之處在哪裡 那麼我只能談談 劉國松先生和他的藝術 中國水墨化藝術發展到 二十世紀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說 他的入桌藝術是一種表達的話 就有他的表達的語言環境 藝術的語言環境發生了變化 所以整個二十世紀 從二十世紀初 關於中國化的前途 關於中國化的命運 出路就有激烈的爭論 從二十世紀初的康有為 魯迅等人 都提出了 對世王就是清末以來的 中國化的尖銳的批評 向中國化的傳統發起了猛烈的挑戰 另外一些人像這個 陳時中先生這些人 他們又站在維護傳統的角度 也提出了自己對中國化前途走向的 一些看法和主張 那麼這樣一種對立 就是激進的保守的 這樣一種對立 一直延續了一百年 到二十世紀初還在爭論 二十世紀初最有名的爭論 就是中國大陸的吳冠宗先生和張丁先生 他們關於中國會畫筆末的爭論 一個說筆末等於零 一個說無筆無墨才等於零 這是最近的爭論 而且這個爭論 據我所知最早是在香港 是吳冠宗先生來香港一次這個倉會上 好像是對萬青藝的一次談話 好 那麼講到這裡呢 我們就要講講 劉柏松先生在這個 延續了一百多年的爭論中 他的藝術立場 他的藝術觀念是什麼樣的 二十世紀是中國傳統水龍灣藝術 由文人化的孤芳赐賞 向現代藝術表達轉型的世紀 從吳昌樹 錫柏時 黃冰宏 張大仙 到徐飛鴻 林楓年 吳冠宗 劉國松 等諸多有創造精神的藝術家 他們因為不同的需要 有的是因為文化傳承的需要 有的是因為出於振興民族文化的一種考量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表現出 強烈的隔骨頂心的願望 就是說要對中國的傳統的繪畫 也就是傳統的中國繪畫 進行一種改良 我們看看這是七百十的繪畫 七百十的繪畫我們一看 就可以看到他有一種非常清新的 制服的現代生活氣息 他和清代世王那些人的繪畫 僅僅延續傳統比目的繪畫 有很大的不同 他這樣一個繪畫 你看他畫這個牛 和我們傳統的中國繪畫裡面的牛 都不一樣 他畫了一個牛的屁股 這樣一種大膽的視角 表現出藝術家對生活的一種態度 來自民間的那一種審美的表達 是不一樣的 這邊藝術也是他的作品 這個是黃明洪 黃明洪的繪畫呢 仍然是以筆墨為他的主要表達方式 但是他的筆墨和前人的筆墨是不一樣的 有人說黃明洪的筆墨表現的是魂厚伐茲 就是表現了上個世紀初以來 在當時那個文化語境裡面 人們的一種審美的追求 文厚伐茲 和親愛的那種藝術表達 筆墨上的層層相映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張大謙 張大謙呢 他最廣為人知的 一種筆墨上的改革或者改良 就是他的潑墨和擴散 這是他的潑墨和擴散 有人說張大謙之所以畫潑墨破彩 是他到了這個美洲以後 受了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 但是他的整個的這樣一個圖式語言呢 還是中國傳統三合化的語言 這也是張大謙的潑墨破彩 還有一個人 徐飛鴻 他留學法國 他借鑒西方的寫實繪畫的語言 來改造中國傳統繪畫的語言 我們看得到這裡畫的這個碼 就有高光有明暗 這個很顯然借鑒了西方寫實繪畫的這樣一部語言 這個是林峰蓮 林峰蓮我認為也是二十世紀中國畫水墨革新的一位了不起的大師 有人認為他借鑒或者說吸收了西方印象派之後的 或者野獸派畫家的那一些表現手法 他把中國化的逆境和情緒推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所以我們現代人的那一種審美心靈 相對來說很容易溝通 這個也是林峰蓮的 林峰蓮一方面借鑒西方的 另外一方面他也向中國的民間藝術吸收營養 這個有人認為他非常明顯的吸收了中國的磁繪 磁器上的繪畫 那一種光滑流利銳利的線條 認為這個是來自於中國的民間藝術 吳冠宗 那麼以這些人稍微晚一點的吳冠宗 他是借鑒了西方的抽象表現的一些手法 但是他還是沒有完全脫離中國傳統繪畫的 以形寫神傳神論這樣一個傳統 這個也是的 他非常強調這個畫面的形式美感 強調形式美感 雖然他提出筆墨等於零 不等於他不講究筆墨 他反對的是那種層層相拎的筆墨 他主張創造一種他自己時代的新的筆墨 好 這裡我們就要看到劉國聰先生的繪畫了 這是他較早時間的作品 劉國聰先生我們知道 他是台灣最早的現代運動的發起者 台灣在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初期 有兩個非常著名的現代畫派 就是五月和東方 他們主張創造中國的現代文化 創造中國的現代文化 一開始劉國聰先生把他選擇的眼光 變向了西方 吸收西方繪畫的一些表現手法 也就有點像徐維鴻 借鑑西方的寫實繪畫的語言 來改造我們的傳統繪畫 那麼很快到了六十年代初期 劉國聰先生他就改變了 他最初的這樣一種選擇 他從傳統著手 他既要改革改良傳統 同時呢要把傳統的好的東西 他要把它發揚光大 你看這是劉國聰先生早期的 這一類的繪畫 這種繪畫呢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和我們中國的書法藝術 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 他有我們書法藝術的那種 書寫性的精神 但是和傳統繪畫的那種筆墨線條 又不一樣 在這裡呢也可以看到 他對西方表現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 一種不露痕跡的吸收和融合 劉國聰先生在前面談的那個早期繪畫以後呢 創造了他自己的表現形式 像這一類的作品 我認為是代表劉國聰先生的這個繪畫藝術風格的一種最主要的圖示 我們將在下面的一些作品中 可以看到更多這樣的作品 現在我暫時不展開講了 我們看到剛剛那個所有的那些藝術家 從齊柏石 黃斌紅 張大謙這些人一路下來 到劉國聰先生 所有這些人裡邊 只有二十世紀後半夜出現的劉國聰 他源於中國水墨化發展的內在的需要 依反上述諸大家的改良主義的路線 他大膽提出了一個順應時代的發展 有國際視野的徹底的變革的要求 那麼這個內在的需要是什麼呢 不展開講 我說兩點 第一點 如果說是一種表達的話 那麼傳統中國化的文化語境已經傷失了 我們處在一個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一個現代社會 所以這樣一種藝術表達 他必須要考慮到他語言環境的轉變 那麼還有一個呢 就是中國化發展自身的內在邏輯的需要 因為一個藝術的發展 他不可能總是重複前人的表達 必須要有新的創造 那麼傳統呢 那樣是源於筆末的那樣的創造 如果再往下走 怎麼走 我們不能說他已經走到盡頭 但是很多藝術家就覺得應該別開始面 應該有新的創造 還有一個就是我這裡提到的 要有一種國際事業 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再不可能閉關自首了 二十世紀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融合的世界 尤其是到了二十一世紀 所以這幾個方面都促成了劉國松的水墨實驗 這個是劉國松先生最早的實驗性作品 他這個作品呢 據我所知他是用了一些和傳統的水墨媒介 完全不搭介 他用了石膏 我不知道這個是畫布還是 是畫布 是畫布 他把石膏在畫布上做基米和水墨結合起來一種表達 在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 有來源於中國書法的那樣一種金石和元素 這個是跟前面一個作品 有些類似但是不一樣 他用了中國傳課藝術的一些表達方式 一個東西南北人 表現的是一個洪廓的宇宙的景觀 天上有紅日 然後裡面呢 和中國的書法傳課藝術結合在一起 我個人認為這是劉國松先生的一個非常絕妙的自畫像 就是他為自己的一個精神畫像 劉國松先生的藝術活動 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文化批判精神 和更加兼容的文化態度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 他就勇敢地打起了現代藝術的大旗 他敏感於傳統水墨性化語之語境喪失和語詞配話 提出了得中風的命 這樣一個二十世紀以來 水墨化領域最具革命性的口號 並且他基於這樣的理念 開始創導非理貌性的水墨化 這個是他最早的叫做太空繪畫 剛才談到了國際視野 這幅畫既表現了他的國際視野 也表現了他對中國傳統水墨語言的特展 我們注意到這裡運用了 劉伯先生自己創造的一種 新的水墨表的手法 叫做薄皮抽筋症 抽筋薄皮症 劉伯先生他創造了一種薄松子 薄松子用一種很粗的纖維很多層次 畫了以後可能濕出來的 這樣就產生一些特殊的基底的效果 另外這裡頭他又運用了一些 西方現代繪畫裡面的拼貼手法 像這個上面圖就用了現成圖片的拼貼 但是整個畫面所造成的境界 就是那個時代的一種氛圍的 非常真實的表達 下面我不展開講 我的時間不夠了 我就拉揚片了 這個是劉伯松先生的兩件作品 我們看看這些作品他表達了 劉伯松先生對他所生活在這個時代的 那種全部的感知 就用在這兩幅構圖裡面把它表達出來 還有他這些藝術既有傳統的東西 也有西方的東西 剛才講了他有西方的拼貼藝術 還有印邊 我想他在這種藝術表現裡面 有很多是來源於西方現代繪畫的 那樣一種印邊的圓 這個也是 劉伯松先生他開上了一些新的手法 這個手法就是水塌、濕貼、噴灑 這樣一些 開始的時候很不被人理解 劉伯松先生 八十年代初到中國大陸去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人 就是務守傳統的那些人 其中有藝術家也有批評家 認為他這樣做激勵的手法 喪失了中國傳統繪畫的那種抵默性的特色 不被理解 但是劉伯松先生堅持他的藝術理念 用他不斷的水墨藝術實踐 用他不斷的新的作品 正宗乏饋的作品 改變了人們的這樣的看法 這樣一來呢 他就讓水墨這種媒介 就是我們東方繪畫的獨特的媒介 他的性能得到一種風前自由的發揮 就是水墨媒材的隨機性偶然性 給了藝術家新的創作的可能性 也給了觀者廣闊的藝術想像空間 並使得藝術家在時代性和國際性選擇下 得以於當下的融化與盡相契合 這是劉先生的水踏法 水踏法前所未有 我去過劉先生家 他在他的那個濾缸上灌滿水 顏色在水上畫 然後再把圈子弄上去 當然這是第一步 後面還有很多複雜的過程 因此他這樣一種新的畫法 就給藝術家帶來了空前的自由 剛剛我講的 他能夠創造出許多前所未有的 中國水墨畫的圖式風格和語言 這個是水踏 這件作品我要講一下 我們剛剛看到了一個東西南北人那樣的圖式 看到了太空畫那樣的圖式 這幅畫呢相對晚一點 是九十年代出現的 九十年代初後期 劉國書先生到中國大陸 深入到中國大陸的這個 四川九寨溝溝西藏都走了 這樣他有了新的感受 所以他的水踏法大家注意到沒有 和剛才前面我們看到的那種水踏法 出現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種畫表現的那種境界 表達的藝術家的心情和前一段時間的繪畫 也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看這樣的繪畫和那個早期的一個紅太陽 一片像地球一樣的大地不一樣 這個太陽變成了綠月亮 然後一片檸檬的藍色的空間 給人一種非常寧靜的這樣一種感受 我個人認為劉先生這種心境的轉變 是和中國社會的迅速的物質化發展 迅速的這樣一種市場化的發展有關 藝術家通過這樣的繪畫 表達了他個人的一種選擇 他選擇了和中國傳統繪畫精神相吻合的 那樣一種鄰近 安寧 選擇了一種內心的這樣一種沉浸 這樣一種表達 包括前面看的那個走在溝 所以說劉博松先生每一個階段的那種藝術表達 都可以看出他和這個時代的這樣一個關係 中國大陸下面我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講劉博松先生的這樣一種藝術實踐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當代藝術它的影響 第二個我要講講劉博松先生這樣一種探索 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 中國大陸的新水墨運動在90年代中期以後 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的發展 一些現代水墨藝術家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中堅力量 傳統水墨藝術的現代性轉換 呈現出令人鼓舞的氣象 所有這些都和劉博松先生有關 縱觀中國新水墨運動歷程 與劉博松先生的藝術淵源我們可以看出 中國現代水墨性話語的創造力 創造來自現代水墨藝術的兩個性 當下性和國際性的獲得 我認為都發端於劉博松先生 隔中風的命這樣一種水墨語言的實驗 下面一些作品你們可以看一看 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中國大陸的一位年輕藝術家古文達的作品 古文達的作品 這個很明顯 很明顯 他開始探索一種新的語言 這個時期劉博松先生已經在中國大陸 好多地方做過演講 帶著他的那個非筆墨性的水墨畫 做了很多演講 所以我下面給大家展示的這些藝術家的作品 我們都可以看到劉博松先生影響的痕跡 這是中國美院的一位藝術家 現在在美國叫王公一先生 他的水墨作品 這個作品參加了我所策劃的2001年的 中國水墨實驗20年的展覽 這個是江蘇南京的省秦 這個是四川美院的王川 他在深圳做的一個關鍵水墨的這樣一個作品 這個是湖北的劉藝源 這個是陝西的現在在珠海石谷 著名的中國大陸畫家石谷先生的兒子 這個是劉子健 這個是張宇 這個是梁全 劉國松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水墨畫的持續的影響 可以於水墨畫史上的王維使用宣誕 以便勾著之法 米氏父子創米氏雲山 對後世的影響等量器官相提並論 稍稍解釋一下 中國的水墨畫呢 從最開始的時候 現在流傳下來的最早的山水畫 傳說是水墨長此前的尤村圖 在那個尤村圖上我們看到 基本上是用線條勾勒的三十樹木 沒有水墨的渲染 這是水墨 那麼到了唐代的王維 這你說的使用宣誕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開始把水墨 把那個膠墨用水來破 破成深淺淪淡不同的層次 這個中國話有一個術語叫做破墨 破壞過破墨 就是把一片黑的墨分成各種不同的層次 王維是最先用這樣的手法 就一遍勾著之法 勾著之法就是古法用地 用線條在那裡勾 那麼王維這種創舉 在美術史上是留下來的 是王維首先創造的 第二個米氏父子呢 是指的這個北宋的畫家 米弗和米友仁 米弗和他的兒子米友仁 他們創造的一種米氏雲山 就是用墨點來畫 用墨來畫 不用勾 不用勾著勾勒 不用線條 這種畫法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是被反對的 很多人看不懂 當時嘲笑他 嘲笑米氏雲山呢 當時的人說 解畫無根樹 能瞭龍董雲 因為和北宋的那幾個大家 和方寬 這個國西 還找了一點的這個金浩 這樣一些人相比的話 他們都是有勾有稱 就是不是用水墨去去運 不是脫墨的 那麼從米弗畫米氏雲山以來呢 改變了這種看法 所以大家不理解 認為這種畫呢 就有點像當初西方人 說羅奈的 這個印象派的會畫是 日出印象一樣的 就認為這個米氏雲山啊 說他這個 能瞭懵懂樹 能瞭懵懂芸 解畫無根樹 能瞭懵懂芸 就是說他畫的東西啊 是懵懵懂懂的 沒有道理的 當時這個米友人非常的自負 他說我的畫 非去頂門上會眼 不足以實 頂門上會眼 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開天眼 他說我的畫呢 你們都是看不懂的 留給後來的人看的 所以這樣一來呢 到了後來你看 經過了那個 他玩他一些的 藍聖的梁楷 然後一直到今天的 很多實驗水墨藝術家 都從米弗、米友人、梁楷 這樣一些前輩的 波諾畫家那裡 去受了營養 那麼劉國松呢 因此而成為 現代水墨畫史上的 一位開創性的人物 他的開創是什麼呢 就是我談到的 他前面的那些水踏法 那些拼貼法 那些拼貼法 他的那個 薄皮抽筋的那樣的氣法 他的 德中中的命 這樣一個口號 所以 新水墨運動在中國 現代美術史上的地位 成就了 劉胡松 作為中國 現代水墨運動 奠基者的 歷史的名望 這個是 米有名的 米是雲山 米有名的 這個是梁楷的 托墨仙人 這幅畫現在在台北故宮 一幅了不起的作品 現在很多 現當代的水墨畫家 非常的追從他 這劉國松先生的作品 在 劉國松半個多世紀 堅持不懈的努力之下 水塌 濕貼 噴灑 等新的水墨技法 拓展了一片 別開生命的藝術天地 使現代水墨畫 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力量 他所開創的 非筆墨性的水墨畫 以東方特有的水墨性 水墨精神 與水墨方式 參與了世界當代文化的建構 為當今世界文化格局 提供了另一些現代性的發展路徑 他也因此而獲得了自己的國際聲望 劉國松迄今未止的藝術理念 及其藝術實踐歷程 包括他對中國大陸 台灣 香港 等地水墨現代化運動所產生的影響 對於我們立足自身的文化土壤 延續傳統文脈的當代藝術創造 已經請到了歷史性的 積極的推動作用 為此 應該向劉國松先生 表示深深的敬意 期待劉國松先生的新創造 祝劉國松先生的生命之術藏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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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 各位午安,我是M家水墨策展人馬維中 很高興今天大家能夠來參與這個研討會 首先要先感謝水墨會每一年都舉辦這樣的學術活動 然後每一年都讓我來參加 也很高興這次能夠借這個機會來向劉國松老師致敬 剛才皮教授已經非常詳盡的介紹了 劉老師過去在水墨上的一些新的革命和發展 那我稍微可能從台灣五十六十年代這個部分 稍微多琢磨一些,請大家來 在華人藝術家裡面可能劉老師算是在中港台唯一的影響力最大的一位藝術家 而且他不管是在大陸,在香港,在台灣,還有在美國的博物館 可能收藏他的作品,作為一個華人藝術家是最多的 去年他在美國的American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s 獲得了院士的這個榮譽 也是第一位華人藝術家在這樣子的國際的領域上獲得這樣的殊榮 劉國松先生是台灣五月華會的發起人之一 他的同學們跟他一起是師大美術系的畢業生一起辦展覽 從1956年開始組成一個華會 然後1957年開始每一年做一次展覽 我想師大美術系可能在做的不會陌生 就等於好像在香港的中大或者是在杭州美院或者是廣東美院 中大美院等等就是非常具有聲望的一個藝術學院 在螢幕上您可以看到他們在1960年代一群年輕的藝術家 在做展覽的一個非常有活力的樣子 那接下來可以稍微談到一下五月華會他們的一些在繪畫上的突破 既然是院校出身所以對於所有的技巧和理論都嚴重得非常深 那您在大家在螢幕上看到的是冯忠銳、胡其忠還有韓湘寧及顧甫先生的作品 和他們當時的跟他作品的合影 那除了師大美術系的同學畢業生之外呢 也有從海軍進入五月華會的藝術家就如冯先生和胡先生 那他們的作品呢不再從這個技巧和方法上做任何的仰賴 而是從中國畫取出一些視覺上的一些感覺和精神 然後在材質上在這個表現形上走一些新的道路 像冯先生左上角這位藝術家呢 他是用自己發揮的一種刷子在紙上用墨 早期也用了許多的油彩 胡其忠先生是用沙子在他的油畫上做畫 所以在這個作品上也有不少的顆粒和粗糙的感覺 那韓佳寧先生和胡福生先生也都從一些國畫的一些質感 和也許看西畫的一些表現方式做了他們的創作 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可能完整的這個五月華會 我剛剛提到的幾位藝術家在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 那我也稍微說一下這些都是M家的生產 剛才迪老師也談到過除了五月華會之外 台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華會是東方華會 您可以看到李仁嘉先生和喬喬琴先生 還有霍剛先生的作品 他們也是從中國繪畫和哲學的思想中找出靈感 來做他們創新的一個根據 但是可能他們的語言又跟五月華會的不太一樣 而且東方華會的許多藝術家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經去了歐洲 跟五月華會的藝術家有點道路不太一樣 那說了這麼多五月華會和東方華會做的突破 可能需要解釋一下當時在台灣他們到底在突破 或是向所謂的保守派是在做什麼 台灣早期在世代美術系剛剛在戰後再開始教學之後呢 許多從大陸到台灣的藝術家 包括右邊的浦欣瑜和黃鈞碧兩位國畫老師 是在學校教學算是最多的而且非常受社會所敬重 那您可以看到他們的國畫還是比較依照古代的方式繪畫 而且是從大陸進來的一個這種語言方式 左邊的兩位藝術家呢 李石橋和廖基春也是師大的老師 他們在師大教學的時候是算是西畫組 因為您可以看到他們用的是油畫的材料 油畫和繁布 那兩位藝術家是台灣籍的藝術家 但都去了日本學繪畫 所以可以看到因為國畫和西畫之分其實就是材質的分別 左邊是油畫 右邊是柳材 右邊是墨 那其實在50年代的台灣呢 繪畫其實是在文化認同上的一個選擇 也是跟各個藝術家自己的生長背景和求學背景觀 李石橋和廖基春在台灣生長 所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 那日本的訓練繪畫呢 其實是非常的西畫 也就是用油彩或者是用其他的西方原料 但是廖基春和李石橋其實個人的選擇題材都是比較本土性的 比如說像李石橋畫的這個台灣的市場前的這個情景 那所以您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吳宋老師在做學生 或在剛剛畢業的時候 就是他周圍其他的譬如說所有的美展 全國這些比賽的畫展上 會得獎或者是做評審的老師的作品 那同時呢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在故宮的作品 也是在這個時候所有的文化認同的一個中心 你可以看到郭希漢范寬的作品 那當時劉老師他們在做學生的時候還沒有機會看青眼看到這些作品 是到了1962年的時候 故宮的文物開始拿出來重新展覽的時候 能夠再看到古畫所代表的一些山水的精神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求學之後到不久 求學的一段時間之後 才看到就是青眼看到中國 中國繪畫的一些精髓 對他們的一個創作上會有非常大的影響 這樣的作品 也就是這種有些像 像Monumental這種非常觸立這種非常具有神偽性質 神狀性質的北宋的繪畫特質 後來在劉老師的作品中 你可以看到他用別的方式來表現 同時在台灣的當時呢 可以看到非常多從美國進來的作品 就是可以看到從西方歐洲和美國現代主義作品 對於台灣的藝術家和當時的文化人 都有一些蠻深的影響 看到在西方所做到的突破 讓他們會回想到自己在 就是自己的中國畫應該要怎麼樣畫 才會跟西方的藝術可以有銜接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整個的文本 跟這個整個環境呢 台灣是怎麼樣的環境 就來看看劉老師他早期的作品 在學生的時期一定是需要從其他的這個 從西方的作品來學習的 你可以看到劉老師左邊第一個作品 進入特別像是這個立體派的一個嘗試 公公整整的這個立體派的這個 不同面向的這個進入 那右邊你看到在很快的兩年之內 他就是嘗試的用這種全面覆蓋 這個全面覆蓋油彩的這種繪畫 方式是一個非常西方二世紀中 類似波拉克的這種波彩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突變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這個油彩的性質 你可以看到這個白色的線條 從這個已經開始出現了 我得說而且他們這個時候做 劉老師這個時候做的題目叫《戰爭》 也是跟他自己的一些生長經歷 這個顛配流利的經歷有一些關係 在這個材料屬性上面的嘗試呢 劉老師後來又用了油彩 波在這個石膏上 剛才劉老師也有提到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例子 作品其實在59年、60年是劉老師在嘗試 石膏這段期間 你可以看到隨機性是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平面不再是像紙一樣會吸水、會吸油 而是一個非常不平的、非常粗糙的一個表面 那你也看到劉老師在這個尺寸上 也做了新的嘗試 這個畫比他還要高 所以在創作的時候其實是一個非常需要體力 他非常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控制的 剛才我們也提到劉老師後來在 因為在材料上的一些研究 後來發明了劉國松紙 在這個紙質上做一些新的嘗試 不但是把紙撕開 就是把上面粗糙的紙上面的纖維撕掉 而形成了白線 我剛提到在早期他也對白線有些非常深刻的認識 後來還是回到用紙這個比較傳統的這個媒材來做嘗試 那這個螢幕上看到的是他的狂草 狂草抽象系列 可以看到他對書法跟書法之間的一些關係 而且也看到這個白線所給予這個書法線 所謂的類似書法的線條的一些質感 還有一個空間感 那這個有畫的地方和沒有畫的地方 這個黑白的對比 也是一個在文化中這個韻味非常重要的一個精髓 那劉老師用這個方法 不需要畫一個山也不需要畫一個石頭 能夠把這個文化的這個感覺能夠存定 《韓山雪記》是劉老師自己非常喜歡念的一件作品 這個作品現在在哈佛大學的博物館 你可以看到現在山的情況好像出來了 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刻意地去畫一座山 而是還是使用他之前所用的這個 像是風掃過、鼻掃過這個這樣子的質感 這樣的構圖方式在黑白的對比上 讓這個山和山水的這個山水畫的感覺 和山水畫的精髓能夠提出 那五月畫會到了1964年1965年 就已經算每一年在台灣 一直在台北都有做展覽 而且都過好評 那螢幕上看到的是兩本畫冊 一個是為五位五月畫會的這個 畫家們出的畫冊 中英文都有 那右邊是 其實一共有六個藝術家獲選 經過了被這個 霍克菲勒爾 Fund 贊助到了美國去做出一幅展覽 這也是1966年到1968年 像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新的現代的中國會畫到美國展覽的一個例子 那既然我們在香港也可以談到 想到劉老師跟香港議談的關係 香港在1950年末期 以及1960年初期其實也對現代主義 現代繪畫和現代文學有非常多的研究 我們領域上看到的這個現代文學美術協會 發起人之一就是王若寫先生 也和呂順坤 他是呂順坤先生的老師 呂順坤先生的學生 那他們這一群詩人和畫家呢 也在討論如何從香港的角度 能把中國藝術可以和中國的文學 能夠同樣的提起進度現代化 那他們跟五月畫會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也互相邀請展覽 在1963年的時候呢 從1960到1962年 其實許多台灣的藝術館就已經在香港展覽了 那1963年的時候 香港的一個畫廊叫做雅院畫集 要展覽了不少劉老師的作品 那其中一件呢 就是螢幕上看到左邊的這個 雲生不知處 當時香港藝術館非常早就已經 香港藝術館剛剛成立 當時副館長屈智仁先生 就在這個展覽上 雅院畫集的展覽上 看到了這件雲生不知處的作品 馬上就收藏了 所以香港藝術館呢 現在有差不多十三件 劉老師的作品 是我們M Plus 忘成墨跡的 那講到這裡我想 剛才P老師也談到非常多 劉老師整個藝術發展的一些 整個進程 我想也就談到此為止 但是呢 我們雖然在這個藝術的領域上 談論劉老師的成就 其實也可以看到 在其他的領域上 比如說在這個 兩岸常用字典的封面 和最近王德薇教授所編的這個 這個現代中國文學的這個選集 都選用了劉老師的作品作為封面 所以可以表現出他的作品 其實有他的時代的代表性 也有對 而且是對跨領域的一個啟發性 所以我的演說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先請劉老師和提教師一起上台 謝謝 謝謝 各位謝謝 我想我現在就做這個問答 就是問答的這個主題 請問劉教授和劉老師 有沒有互相想要問的問題 剛才有一些 老師劉先生講的 劉老師請 我現在做今天 我做到這裡 非常謝謝二位對我的肯定 說在這裡呢 我想各位講一下昨天 我非常的難過 是因為我的好朋友 余光宗先生 在台灣去世 所以我也想在這裡 我順便談一談 當年我們在台灣 從事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時候 的一些交往 那個時候 我們五月畫會剛剛成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台灣 有一本 雜誌 叫做 筆會 那個會 不是會議的會 是這個 呃 匯豐銀行會 這個 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筆會人 就從事於 現在 文化運動的一個 一個基地吧 就是最早開始 從事於台灣現在 文化運動的一個 革命的鼓吹 所以後來 余光宗先生呢 就成立了 呃 呃 這個 台灣大學 呃 呃 就成立了 呃 就創刊了 現代文學 呃 對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們這個三個刊物 在台灣 起了很大的一個作用 所以 余光宗先生 那個時候 藍心思社 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就跟我認識 因為他那個時候 就 在我們 筆會的 雜誌上面 發表文章 因為那個 筆會 這個主編是 叫 裕天聰先生 但是裕天聰 那個時候 主持筆會的時候 還在大學的還沒畢業 所以後來 他去 彼得業之後 去 從事 預備軍官訓練的時候 就交給我那幾個 所以 余光宗先生 就 投稿到我們這個 大賬 所以我跟 余光宗先生 就認識 所以余光宗先生 後來 寫過一本書 叫做 《聯的聯想》 它裡面有一篇文章 就是 講他 怎麼樣的 到我家來 拜訪我 跟我兩個人 這個 一個經過的 一個 一個 連畫池 旁邊的 一些事情 所以 在 那個時代 所以說 這個 余光宗先生 對於我們 畫家的支持 不異議 五月畫會展覽 幾乎是每一次的展覽 他都寫文章 所以 後來 等到我們的這個 五月畫會 開始 走 中西河鼻 而且 有很多 畫家 開始畫 什麼畫的時候 他還 為我們 提出了 一個 運動的口號 當時 因為 在台灣 那個 環境 沒有允許 我們 大肆發展 他就 提出了一個 叫我們 靈式主義 就是靈感的靈 視覺的視 靈式主義 但是這個 靈式主義 在台灣 我們就沒有 把它發展出來 所以說 又 我跟余光宗先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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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交 這個 作為好朋友 他對於我們的 文化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就一直 都 都是 互相的 這個 標榜 所以 這個 我們在這一次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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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墨會 他們 辦的這個 展覽 裡面 展覽了 好幾本 這個 書 這其中有 兩本書 是我 跟余光宗合作的 一本是 余光宗 劉果松 詩畫 這個 一個 集 說 余光宗先生就 為我的話 寫過很多 首詞 說 我們曾經 出了一本很大的 這個 詩畫集 詩畫集 說這一本 這個 詩畫集呢 是那個大的 詩畫集裡面的 一個小冊子 但是也有這麼厚 所以後來 這個 這個 河北 教育 那個 出版社 他特別 因為我們兩個人 出過了一本書 叫做 《隊影》 成書 所以說是 他的文章 他的詩 跟我的話 結合 變成一本 所以後來 這個 中央電視台 他們特別派了一個隊 到台灣去 訪問兩個人 就是 繪畫就訪問我 詩 這個 文學就訪問一個 廣東 所以 所以說 我們 這個 這個 就像兄弟一樣的 大家互相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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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文 所以說 這個 昨天早上 我突然聽見 他 去世 實在是 感覺得非常的 難過 所以我在這裡 我也順便 提一下 台灣的現在 文化運動 這個 我們兩個人 的合作 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說 我想 各位 對於 魯方忠也都很了解 所以說 我在這裡 借這個機會 所以 我也 向他 致愛 謝謝 謝謝 謝謝劉老師 我們也都非常 敬佩 兩位藝術家 在一個非常艱難的時刻 互相扶持 然後為了一個 現代主義 一個革新的理想 讓我們現在的藝術 不管是文學 現代師 或者是繪畫 都有新的大展領域 我想 是不是 我們就開放 觀眾問答 我還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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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施大堅先生 就介紹 我的那個 繪畫的表貼 的確是 當時 我是受了 這個 立體派的影響 因為 皮卡索他把報紙貼到畫上 把後來 甚至於把木頭板 都貼到畫上去 說我的確是受了他的影響 就開始在 我的畫裡面來貼 貼當時的 我的 貼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因為中國畫 過去都是點和線的組合 幾乎是 面的效果很少 而西方也會把過去 它的傳統 都是面和面的組合 所以我就想到 把中國畫裡面 能夠加入面的效果 就不光是點和線 為了想加入面的效果 所以我就開始貼 尺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發現 每一種紙 都有每一種紙的特性 所以譬如宣紙 那個墨一上去 化開得很快 譬如馬紙 這個 就立南派 畫家 剛剛說常用的 馬紙 你那個顏色放上去 墨放上去 它有一點兒化 你看你第一個 滴水上去 它那個水會 一個水珠在那個紙上 慢慢慢慢地才化開 所以說這個 這個 宣紙跟馬紙中間的 這個棉紙呢 它別化 但是就沒有這個 宣紙畫得那麼快 那 所以說 所以我就發現 這個 不同的紙中間 都有不同的 這個特性 所以我就在想 我在 我用一張 用一張紙 所畫出來的 這個效果 它只有一種 所以我如果說 能夠把兩種紙 三種紙 貼到一張畫上去 它可以 有三種 用紙貼效果出現 那這樣的話 那個表現能力 就增強了 這是當時我的 一個 用這個表貼的原因 但是呢 後來我在 這個 安法大學教書的時候 我就到圖書館去 寄了一本書 叫做 那我就拿回去 一看了 我一看了 就非常刺激 這個作者 是一個 法國人 這個法國人 寫的這個書呢 是英文的 完了 英文翻譯 那個書上面就講 他說 這個 皮卡索 在畫上貼紙 是受了 馬蒂斯的影響 他說因為 馬蒂斯 晚年 癱瘓了 他只能躺在那裡 不能做到畫畫了 他躺在那裡 怎麼辦呢 他就堅持 結果他說 馬蒂斯的堅持是從哪裡來的 靈感從哪裡來的 是從中國的民間堅持來的 哎呀 我看了之後 我發現 這個東西 又是從中國來的 所以說 我們在中國 這個 我們的文化史裡面 有很多的東西 被西方人拿去 把它發一光大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司法發明 到最後 然後 我們還從西方又學回來 說 我自己 從西方學回來 來這個 貼紙原來 到最後 還是我們 中國人 所以在這裡 我這邊 是可以 講一下 好 謝謝各位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好了 如果劉老師 我想請教 徐教授和劉老師 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然後 可不可以稍微 跟我們大家 分享一下 你們的這個 交易的這個歷史 謝謝 我跟劉國聰先生 認識很早 在上個世紀的 八十年代中期 那個時候呢 中國大陸啊 有一個現代藝術運動 叫做《八五本書詩巢》 大家可能聽說過 就是 因為中國大陸呢 到這個八十年代 就是改革開放 國門打開 那在文化革命時期呢 外面的東西是完全不能進來的 當時有個《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 《紅旗雜誌》曾經 談那個西方的藝術 說這個印象派的繪畫啊 都是西方資產階級 《紅旗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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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所在的湖北武漢的 那個地方文聯辦的一個團務 叫做《美術思潮》 這些都是引進西方的那些現代藝術 包括一些文章 也包括作品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一批青年畫家 他們都自發的從中國大陸的各地 他們起來 就是開始了一個現代藝術運動 這個情況呢就有點像 劉國松先生剛才 這個馬威松小姐也介紹的 台灣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就是五月東方那個時期 也是像西方學系 劉國松先生剛才不講了嗎 他這個學這個西方的這個立體派的 拼貼的這樣一個手法 那麼劉國松先生就從那個時候 我認識他呢稍微晚一點 在我認識他之前 他已經到了北京 武漢 還有東北好像也也去過沈陽 對 對 到各地呢展出 他的非筆墨性的水墨畫 應該說這個這樣的作品 當時在中國大陸 一拿出來展示的時候啊 確實是一時幾千層呢 引起了大家 首先是驚異 覺得中國畫水墨畫還能這樣畫 那時候我們 湖北水文聯呢 就有一位領導 他是文聯美學的主席 叫周少華先生 是劉國松先生很好的朋友 好像是他邀請你來的吧 對 請他到湖北 到湖北美術院做展覽 然後呢 跟我們年輕人在一起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啊 那個時候我大概是 三十歲四十歲不到 就 聽劉國松先生的演講 劉國松先生的演講 所以 我對這個 現代藝術的了解 包括對西方現代派 繪畫的了解 在某種程度上 也受了劉國松先生的啟發 那麼在那以後 和劉國松先生的交往呢 就不斷地從他那裏感受到一種精神 劉國松先生有兩個精神讓我很感動 一個呢 就是他是不斷地要闖青 他不斷地去追求 去尋找 去實驗 去突破 這是一種精神 還有一種精神我很感動 他非常愛國 非常熱愛我們這個民族 熱愛我們這個民族的繪畫 熱愛我們這個民族 應該說熱愛我們民族的一切 這點我很感動 你們看 剛剛劉先生談到的那個 西方人的那個剪指 馬提斯的剪指 這是從我們這裡學過去的 他那種自豪的感情啊 可以說是 一字不住的這樣的自豪感情 我和劉國松先生的接觸呢 大概就是這樣 想看劉先生你自己說 那個當時他提到的那一位 湖北美學的主席周少華先生 他是我山東的老鄉 但是他在湖北這個 叫定居吧 所以他後來就一直在湖北 領造這個湖北美學 所以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人 我們都知道大陸的美學 都非常保守 但是他是唯一我看到的美學的主席 他是湖北的美學的主席 是我唯一看到的美學的主席 能夠這樣的改革開放 而且自己開始從事水文化的創新 所以我們兩個人也變成了非常好朋友 而且呢 他還為湖北美書出版社寫過一本我的書 叫做《劉國松的一書構成》 所以說那本書 而且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很早 很早那個時候 結果發行得非常地好 而且他後來就一直想再重新地把它再寫一次 結果他因為後來創作的時間 這個時間多了 所以他就一直沒湊出時間來 那 所以說這個周少華 這位先生非常了不起 而且在當時 這個有這麼一個說法 就是南周 北無 南邊就是周少華 北端就是吳冠中 所以這是大陸的兩個現在水文化運動的領導人 所以說他也培植了好幾位 對於他們這種美術史家跟評論家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所謂的美術史朝 那個雜誌他們發表了非常多的親密文章 那時候我也都拜不過 所以這時候我特別想各位介紹一下周少華先生 他比我大三歲 但是現在身體沒有我 所以說我還可以到處跑 他現在有時候就要做輪椅 而且吳冠中先生已經過世了 所以吳冠中先生也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就說1983年的時候 我在中央委員演講的時候 演講完了 吳冠中先生就過來跟我握手 他說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所以從此以後我跟他就變成好朋友了 所以互相的也是這個支持 所以吳冠中先生就送給我們香港藝術館一批畫 說香港藝術館幫他辦 把這批畫拿出來辦展覽的時候 結果吳冠中先生已經身體不太好 他就沒有來參加開幕式 結果他就特別叫藝術館 他們邀請我去代表他來主持開幕式 所以你們就想到我跟吳冠中先生 這個交情也是非常的好 我想劉老師跟香港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不管是跟之前跟大陸跟台灣跟香港 我想問問在座有多少位是劉老師的學生 可以舉手 不要害羞 謝謝 老師要不要可不可以說說 您在香港的這個教學的經驗 因為1971年就來了 來了21年對吧 那在做一位藝術的老師跟做一位藝術家 這兩件事情會不會有衝突 那您覺得香港的這個環境 對您的水墨創作有什麼影響 這個我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 教了21年的書 所以說我也是香港人 我現在哪裏是香港的身份證 所以說我每次到香港來根本用不到什麼 就拿什麼東西滾就進來了 所以說是1971年 第五月下水 我在台灣忽然接到 中文大學教務長的一個電話 就邀請我來這個中文大學訪問一年 說那個時候的電話飛上突然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考慮三天 結果其實我考慮了兩天我就答應了 因為怎麼的 因為在台灣呢 所有的美術系都不敢請我 因為他們都是保守派 就怕我把學生叫壞了 所以我在台灣呢 英雄毋用武之地 那 所以說這個中文大學藝術系 那個時候還叫藝術系了 後來改成了藝術系 結果邀請我來 那我當然做得很開心很高興 那 所以我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 結果一個學期過去之後 教務長又跟我談話 他說我們想把妳留下來 這個妳可不可以 那我說當然可以 這個藝術系人都教書當然高興 所以結果呢 而且還說請我做戲主任 那我一聽到更高興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下我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呢 所以結果我做了戲主任之後 我就在這個 戲裡面就開了一門課 因為我做戲主任可以開新課了 就開了個現代水文化的課 所以這個現代水文化的課 就反對離磨 所有同學不許離磨 那 我就這個 要 從事一試驗教學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提出了一個口號 就是先求意 再求好 就先要畫得跟別人不同 我再把它畫下來 因為我 這個曾經在油畫上做過一個實驗 因為 那個時候我做戲主任 我表示我的這個大度 說說 戲裡面所有的課 其他老師先選 你其他不教的口我來教 說那個時候我又教一年級書 又教二年級油畫 又教三四年級的什麼畫 那個時候叫國畫 那 所以結果呢 我就在二年級的這個油畫課 我做了一個實驗 就 我一 開始一上來 我就說 我教你們照相寫事主義 那 那 結果我就放了 差不多一百張 當時這個 西方的這個照相寫事主義 一些大實力幻動片 放給他們看 他們 學生每一個人看的 眼睛都更好 畫得真像啊 畫得真好啊 什麼的 我說我們就來學這個好不好 他們感覺好 結果這一個學期下來 大家都畫得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都畫得像油畫 像一張畫 那 結果呢 我還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父母親 要過生日的話 你們現在就可以 裝個框送給你父母做生日禮物了 結果一年 不到 香港 當代雙年展 這個新聞 這個 出來了 結果我就 這個鼓勵他們學生參加 那 結果我就選了五個學生的舞章畫 請他們去參加 香港當代雙年展 結果他們學生說 老師老師 他說 我們能入選嗎 他說 那些參加的人都是 英國 什麼加拿 澳洲 這個 這個 拿到碩士回來的人 他說 我們這畫油畫還不到一年 這能入選嗎 我說 落選也不丟人吧 我說 你們這畫的不是不到一年嗎 我說 你們是不是想做畫家 他們是不是想做畫家 那我說 想做畫家現在開始 好了 結果這五個人就把五張畫 這個 他們是好像先 去換燈片去 去參加 結果 這個五張畫 都入選了 結果 到最後 一個學生的一張畫 得到西方材料的第一 你們想想看 這說明了什麼 從來沒畫過油畫 畫不到一年的油畫 這個你們都可以去查呀 既然在當代雙線展 得了大獎 這一張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我提出先求一再求好 第一個落實 為什麼 就是說你什麼樣的繪畫 他的技巧 就在他本身的重複練習 印象派的技法 不是造像學生主義的基礎 而且不但是不是其他的繪畫 都不是造像學生主義的基礎 連素描也不是造像主義的基礎 你們現在想一看 它那個是用換燈片 經過換燈機把它打在畫布上 那個輪廓準的不得了 百分之百的準 你畫四年的樹描 你還畫不到那麼多 但是 不需要樹描的基礎 照樣的可以畫到那麼多 就換句話說 這個繪畫本身的技法 是你的這個基礎 過去其他的繪畫內 都不是你的 你的心理創作的技術 所以後來我就在水波畫上 也做實驗 所以說今天你們可以看看 後面那位李軍藝先生 你站起來 這是 這是 這是我在水波畫上的 實驗的 一個代表的 他 這個 本來 他是 生物系的 生化系的 學生 他來選我一年級的樹描 結果 我這個 第一個學期下來 我就覺得他這個 是很有天才的學生 所以我就給他的分數是 中上等 結果一年下來 我給他傳辦理由 結果後來 快放暑假的時候 我就把他 交到我的辦公室來 我問他 我說你是哪一個系啊 他說我是生化系 我說你是不是喜歡畫啊 他說我從小就喜歡畫 那我說你為什麼不考藝術系呢 他說全家常會 結果 那我說你 你讀這個 生化系 讀得開不開心呢 他讀得越來越不開心 我說 轉心 他說不 不可能 他說絕對不可能 他說我爸爸絕對不反對 我說你把你爸爸交代 我跟他聊聊 結果後來他就把他父親帶來 我跟他父親談了一個多小時 他爸 他父親答應他轉心 你知道嗎 我的理由就很簡單 我說你帶不來你兒子 我說你兒子現在讀生化系 越讀越不開心 你為什麼讓他不開心 我說他喜歡畫畫 你為什麼不讓他畫畫 為什麼不讓他高興 我說你怕讀藝術畢業 都找不到事情 我說讀生化系 成績不好也找不到事情 我說他如果是 在藝術上有這個 有這個天才的話 他將來一定出人頭禮 那 結果呢 他轉心過來 從二年級開始 就畫我的這個說 從這個 現代水文化這個課程 那 所以他就 結果三年的水文化畫下來 畢業的時候才辦第一 所以你說從哪兒說起 他一張國畫沒畫過 他沒有領過國畫 你知道 所以他後來還有一次還跟我講 哎呀老師老師 他說你看那個傳統畫家 他去看他們表演 他二十分鐘畫一張 然後半個小時畫一張 他說他們畫得真快 他說他們畫得真快 他一張畫畫好多天 有的時候畫一個月 所以說說說說說說 他一天國畫都沒領過 結果他畢業的時候把油畫 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 這個版畫 雕塑 這個陶瓷 結果我們戲裡面是 每一種 都有轉眼 所以說說結果他 而且現在 已經國際之名 所以說說說說 這是從哪兒說起呢 所以說說我這個 我的這個 這個教學理論很清楚 我就說 這個 當時這個 傳統的美術教育 他們就說 一定要把基礎打好 這個基礎打得越寬越廣 將來就畫得越好 他都是受到一個 微學如同金字塔的 這個 教育的理想的影響 說說說這個 這個金字塔 這個地基打得非常廣 所以他這個 將來這個 打得越廣 這個地基礎 他改得越高 就是換句話說呢 你這個基礎傳統的繪畫 各種各派各種計畫都學好了 把這個地基打好 打好 然後你這個 將來可以出人頭地 但是你出人頭地 他打得越好 他的這個 這個傳統的數目就越緊 說他這個 拿了一支筆 畫了 比如說十年寒窗吧 你想他那個筆畫了多少年 你拿進了一個筆 你非常自然就畫了 就傳統了一套 你想把它丟得很難 丟得很難 所以說說說這個 這個我就說 文學如同金字塔 它是通財教 不是專業教 藝術是專業教 不是通財教 所以因此我就問同學 我說你們看一看 摩天大樓有那麼大的筆跡嗎 但是摩天大樓 每一個大樓都比金字塔高 但是摩天大樓有沒有地基 有沒有基礎 當然有 它是專業 它求專 求生 求金 不求國 所以後來我就把這個 把這個文學如同金字塔 我就改了 我說了 唯一如同摩天大樓 你要是藝術教 像摩天大樓 不能像金字塔 那 所以後來我也跟同學講 我說 這個 畫室跟實驗室 都是實驗室 不是 畫室跟教室 都是實驗室 我說 千萬 我們畫家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我們跟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 我們都是人類文明史的創作者 說科學家是物質文明的創作者 我們畫家是藝術家的一部分 我說科學家之所以成為科學家 是因為他先有一個心理思想 他有了這個心理思想 他要證明他的心理思想 怎麼的 是不是對 怎麼證明 到實驗室做實驗 所以實驗做出來之後 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 他就有所發明 有所發明才是科學家 沒有發明是什麼科學家 最多在大學的時候比較順 我說畫家一樣 我說畫家也要先有一個心理思想 要把這個心理思想落實在畫上 我說傳統的技法 傳統的材質 都沒有辦法落實怎麼辦 做實驗 實驗心理技法 實驗心理材質 就是結果有一天 你用心理技法 用心理材質 把你的心理思想 落實在畫面上了 那你就有所創造 有所創造才是畫家 你沒有創造是什麼畫家 也最多做個老師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就提出一個口號來 我說畫室跟教室都是實驗室 不是傳統繪畫製造的工廠 因為過去的文人畫全都把它當成 畫室都當成工廠了 畫了畫去 畫了多少都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說說說說這個 這個我在大陸 每一個演講 我都是把我這個 這個觀念 這個 我把它講出來 結果 有一次就有一個 小年生 我想是 那個時候 我是在 在這個 福州展覽的時候 在福州師範大學 請我去演講 這個 我想那是一個 年輕的 老師 結果 他就提出了一個問題 他說 劉老師 劉老師 他說 以你的這個說法的話 那大陸的文人畫家 那都不是畫家了 結果他這個問題 問完了之後 我沒有往上答 我就在那等 我在等一會兒 大家全場 壓迫不深 就看我 聽我怎麼講 結果後來我就講 我說是的 我說他們都是助手 哎呀 大家都聽我們要講什麼 我就說 你們想想看 我說科學家 他有一個新的思想 他要做實驗的時候 我說他又要教書 又要改這個 作業 又要演講 又要開會 還要出國 我說他沒有一個 整個的時間 來做這個實驗 他就交給他那個助手 你第一步怎麼做 第二步怎麼做 第三步怎麼做 你做出來的結果 拿來給我看 我就問他那個年輕的老師 我就說 我說那個助手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 第一步這樣做 第二步這樣做 第三步這樣做 我說 這個他 這個他的 我就問他 我說你 你就說他知不知道 那個小年輕的想了半天 他說好像就不知道 我說他 做出那個結果 是不是那個科學家要的 他知不知道 他說好像也不知道 我說對 我說你看傳統的文人畫家 古人怎麼畫 他怎麼畫 老師叫他怎麼畫 他怎麼畫 為什麼這樣畫 知不知道 結果大家 他說 他說 你想想看 這些畫家 是不是都跟科學家的助手 差不多 結果 嚇 哇哇哇哇 這個 這個 拍手 那 所以說我在大陸 這個去演講 這個 這個 都接受了很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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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好玩 這個 好 謝謝 我們時間也到了 謝謝 吳老師 剛才跟你們分享 這麼精采的 這個 沒有關係 今天是向您致敬 所以我們是來聽您說話的 那我想 今天也謝謝各位 參加一集的 向吳老師致敬的活動 我想大家 等會兒也記得去 選博會的這個 空間 看看劉老師的作品 那就今天 到此為止 謝謝 謝謝選博會的演講 謝謝劉老師